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大家都愿意去家串门的时候带一份茶 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不是在这个事物本身 而是送礼的时候那份心情 以及你要表达的一个情感 我们宋平号的logo它是叫平安如意图 所以说在我们每年的我们的中秋礼盒和过年礼盒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一个统一的名字就叫平安如意礼盒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收到宋平的查理 它可以有一份非常真挚的一个情感 一个平安如意是伴随着大家 我们今年在我们中秋礼盒设计的时候 也加入了很多我们关于这个中秋的一些典故 比如说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折合 它非常好玩 它可以打开就像一个屏风一样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再可以看 有兔子在祷药 然后月亮上的桂花树 还有嫦娥住的那个宫殿 月宫 还有一个嫦娥姐姐在奔月 然后我们上面用碳金 然后有不同的月像 我们是从满月开始 比如说我们8月15嘛 它月亮是圆的 那我们不同的月像 比如说从满月到上旋页到下旋页 这么一个然后最终遇到原液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里面的四盒里面是放置了不同的茶和茶器 我们在第一盒它是六片深茶 第二盒它是六片手茶 第三盒是三片深茶三片手茶 在最后一个盒子里面 我们放了有我们的茶泽 我们的茶针 还有一个茶巾 而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它中间它是有 我们是打了断尺的一个尺分 就是说你买到这一盒 可以全部送给大家 送给朋友 或者说你可以根据你朋友的喜好 你可以把它撕下来 变成四个独立的盒子 那我们为这个礼盒 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手带 上面就是突出了我们中国人 对亲朋好友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住院 就是一轮满月上面映赏我们这个平安如意四个字 把这一盒礼物送出去的时候 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收到的时候 它是满满的一个平安如意的一个情感在里面 在礼盒里面我们配置了两款茶 它是有深茶跟手茶两款茶 它都是20克的一片的翻装 优点就是它是学生鞋带很方便 那这一片是20克 一般的话我们会对半掰 我们上面是有点线的 对半掰出来就是10克 而且我们在纸的上面还打的刻度 上面有20克的刻度 所以当你想如果用湖小的话 你可以掰三克还是掰五克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参照 里边两款茶 它一款是义五的生茶 还有一款是我们蒙海的手茶 我先讲义五生茶 这款义五生茶是选用我们2018年早春的 桥木大树原料来做的 然后它可以体现一个义五茶 非常好的一个香羊水楼的一个特质 那手茶呢 它是2016年布兰山的手茶 我们选用2016年早春布兰山茶发酵 然后这个我们选用的等级是很高的 是宫廷普洱的等级 那宫廷普洱大家都知道 它是手茶当中等级最高的一款茶 它香气非常的高扬 我们讲宫廷它是一种荷香 是一种荷叶荷花的那种香气 非常的尖锐 非常的高扬 而且因为等级高 所以它的汤特别的厚滑 有那种很细腻的感觉 就像我们那个平常吃巧克力呀 那种的感觉 非常的细滑 那我相信不管是生茶也好 手茶也好 在我们中秋大家去团圆聚会 肯定会油腻的比较多 甚至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秋都会吃月饼嘛 月饼是比较腻的 这时候如果来一泡生茶 来一泡手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中秋 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